男子站在银楼门口一阵到处张望 甚至摸了摸脖子 因为他刚刚来到银楼 告诉老板想要买一条金链子 试带完金链子 男子转头跟老板讲了两句话 下一秒他走出银楼 接着男子一个键铺跨上机车 村友们加速离开现场 原来他过去就有在银楼交易过 这回试完商品说要先领钱 老板信任他 他却带走价值26万的金链 逃之夭夭 银楼老板发现没人回来 才紧急报警 警方经历一番搜索终于找到他 犯案的是二十岁薛姓男子 平常没有工作 居无定所 两个月前因为诈欺案被判刑 遭到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 还持续不到案 十二月十五日 骗了银楼老板后 一路逃一到高雄躲避茶器 接着二十日搭乘北培车 跑到宜兰 假借想再买金氏的名义 抢走一条重达四两八钱 价值三十七万的金项链 恶劣行径不止一期 警方跨越半个北台湾 共组专案小组追起 到来后男子工程是缺钱花用 金条都已经变卖 不知去向 十少现金也蒸发 案情的幕后 警方还要再追查 接着北部综合报道 好的祝福 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白衣男子被警方包围压制 嘴里还骂骂咧咧对原警捆飙脏话 被押送上警车时 还不停反抗 不愿配合上车 后方另一名男子 更是醉酒醉到 根本站不起身 24日凌晨凉电多 高雄市三明区自立一路 一家KTV内 两名喝醉酒的男子 搭乘电梯下楼时 与电梯内另一名男子发生冲突 双方互殴叫嚣 据了解 当时酒醉的22岁陈男 与23岁谢男 与同座电梯的24岁李男 疑似是因为有肢体上的碰触 先衍生出口角 进而变成肢体推挤 造成孤身一人的李男 脸部轻微擦缩伤 原警到场之后 陈男与谢男两人 又疑似因为喝醉酒 情绪高涨 反应激烈 被原警当场制止 并喷下辣椒水 强制带回派出所 李男不提伤害告诉 本分局人严正执法 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将陈男及谢男两人 以请高雄地方法院检疫庭裁处 而至于这起冲突的详细肇事原因 警方正进一步调查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男子走下机车晃来晃去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看到地上有个瓦斯桶 竟然直接拿起来 朝着停在遮雨棚里的汽车 用力砸下去 当上砸碎挡风玻璃 没多久后他又来了 这回似乎已经对这里很熟悉 禁止走向墙边 又拿起瓦斯桶再砸下去 这回甚至还往车上泼油漆 事发在新北三重区光新街 一处公寓旁的空地 47岁的陈姓男车主表示 家就住在旁边 9月第一次被砸车时没有报案 没想到对方三个月之后再度找上门 这回立刻报警 但他根本不认识对方 警方寻线找到37岁的陈姓嫌犯 但嫌犯也不肯透露犯案动机 有附近邻居表示 疑似是双方之间有债务纠纷 但不清楚细节 不过无论什么纠纷 嫌犯两次毁损杂车 合并执行三个月 一颗罚金至少六万元 这个违法的代价实在也不轻 记者新贝综合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男子把松果当棒球 猛力往前投职 没想到旁边的测速器 标出惊人数字 94 有多少吗 94耶 开心到疯狂欢呼 这里是桃园中立的国立中央大学 校园内种植许多棵松树 不过却有人在脸书 发起丢松果测速大赛 不少学生觉得有趣 纷纷响应 还PO出自己的最佳成绩 因为有人把测速器斩暴 就是松果就屑 然后就死掉了 有学生打坏测速器 甚至投到肩膀脱臼 借速活动 引发大家激战 争夺最强雷射尖 不过学校生活辅导组 认为该行为 已经打扰公共安宁 影响行车安全 加上同学受伤 和机器毁损等形势 因此发公告禁止 会觉得可惜吗 如果被禁止 还好 因为我觉得蛮危险的 虽然我没有玩到 想要玩一下 但是 就是如果会造成别人困扰的话 开禁止的那也没办法 校园测速器 意外成为游戏器材 对此发起人 也在22号宣告活动暂停 并向校方及主位同学 智商最高歉意 让这项趣味竞赛 成为同学们 短暂的青春回忆 接下来